哈喽,大家好 这一盆是双耳蜂兰 另外一个名字是鱼尾蜂兰 这一盆双耳蜂兰是我大概在20多天之前 把它从桃栗转到水开来种植的 在桃栗的种植过程中没有多大的进展 用头粒种植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最近上网查询了一下才发现 原来我是一直都是用错了种植方法 双耳蜂兰喜欢种植在室外 通风环境绝对良好的情况下 它才能适合它的生长环境 我在把它从桃栗转到水苔的种植的时候 也做了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 后来呢我就用了一个网把它挂起来 现在看一下它的变化 叶子的颜色原来是墨绿色非常深的颜色 现在叶子明显是变了浅绿色 然后叶脉非常的清细 然后呢再发现它长了一条新的根 这条新根长得非常的快 上个星期我发现它的时候才长了一点点 现在已经长了这么长 这边又发现它长出了一片新的叶子 这一片新的叶子 早几天我看见的时候还是一点点 然后现在已经长这么大 根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健康 再看一下背面这条根 这条根原来是有的 但是它在它的根尖里面又长出了新的根尖 白色的那一点就是它刚长出来的 这颗蜂蓝我把它挂在外面 差不多是20多天没有给它撕过肥 也没有给它浇过浇素水 过在外面通常浇水都是用自来水给它浇水 我这边的天气最近的气温还是非常的高 还是差不多有100度 它这个水苔干得非常的快 所以呢早晚有的时候我都给它浇水 它就是挂在这一棵蜂蜀流树底下面的 这一棵蜂蜀流树我是用一个大的塑胶盆种起来的 看一下现在还有蜂蜂蜀流果在这边 这棵蜂蜀流我种了大概有五六年了吧 每年差不多都有结果 今年的天气比较热 它的果汁呢就没有往年的那般大 只是这个个头小小的 上面这边还有几个刚长出来没成熟的 这个蜂蜀流非常的香 等它成熟了整一个院子都弥漫着蜂蜀流的香味 今年节的果也不是很多 大概有十多个吧 这一棵蜂蜀流我也是没有给它施过肥 都是每隔两个星期左右就给它浇那个浇树兑水 这个蜂蜀流树底下面另外还挂了这一盆新绘蜂蜂 之前我把它所有的根用水苔包起来做了一个求蜂的方法来种植 后来去蜂蜂园的时候老板跟我说这种蜂蜂最好是把它的根漏在外面 这个就是当初我把它做成一个台求蜂蜂的时候的照片 老板说这种蜂蜂的根具有非常高的欣赏戒指 所以呢我回来之后也是把它改成这种种植方法 把它重新种植之后挂到外面之后呢 这一棵蜂蜂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上面最新的那一块叶子原来只是一点点 放到外面之后呢差不多也长了有一寸长 之前放在室内养的时候它的叶子长得非常的慢 然后现在这些根尖都有新的根尖长出来 一点点白色的在根尖上面 这一类的兰花非常适合种在室外 方法用对了真的是事半功倍 这是我第一次把兰花挂在树底下来种植 在这棵树的另一面还挂了一棵前壁石壶 现在长得也还是挺好的 经过这二十多天的检查 发现把兰花种在树底下还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这个园子这一边正在考虑要不要在这边弄一个温室 做一个山窿在这边就更多的地方来养兰花了 这边是一棵火龙果树 刚刚结了一个火龙果 看一下这个是刚开花两个星期的样子 这棵火龙果去年我把它们全部剪掉 因为之前种的乱七八糟的没有规划 所以就把所有的枝剪掉留了几个老梗 然后做了一个架子重新把它种起来 上面看见的所有的火龙果汁都是今年才发出来的 这一边还有一棵番石流 也长了第一次长了一个番石流果在这里 这棵番石流树是我从刚才的那一棵番石流树里面 借借出来的 今年是第一次结果 这边另外还有几棵火龙果 分别是黄又还有红又的火龙果 刚才的那一棵是白又的 都是不同品种的火龙果 这些都是今年第一次种下去然后发出来的 好了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院子的一角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